院会主席 政府院长 行政院 胡院长 团队 各位同仁 新闻界的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们隔回第一天到立法院来做施政报告 本人在这边满心的期待 能够团结一致 发挥专业的所长 建立我们幸福美丽的家园 但是另一方面 本人 本席在此又觉得非常的痛心 明天来朋友 自从吴敦毅先生公布正式担任行政院长开始这一个礼拜 我们看不到 听不到 也闻不到 所有的对台湾建设的一个见影 我只看到了一个不断的在抹黑 我只看到了一个不断的在谩骂 我只看到一个无所本的一个抹黑伎俩 所以我在这边 本席要正式的跟民进党来说 这一些的抹黑伎俩是了无新意 因此我在这边 本席更要建议我们的吴院长团队 对于无所本的这些口水抹黑 民进党杀很大 无悔 不用再回应 我们看到一个礼拜来 就像在剥洋葱一样 每天放一个议题 每天放一个议题 不断的在抹红 也不断的在抹黑 我试问民进党的朋友 对于这样的伎俩 对我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 你情何以堪 你对于这些民众有什么帮助 吴魁已经在报纸上非常有耐心的将所有的过程一一的说明清楚 本席在此再一次的呼吁民进党的朋友 不应当再继续的抹黑跟抹红 除非是因为您的心虚 除非是因为您没有办法监督政府 所以在这边 本席更要强调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 紫光不断的抹黑 我想 这个党应该是即将消失无中的 为什么如此说呢 也一定说 孔元是郭元的好朋友 孔元已经在二十年前死掉了 今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 难怪阿飘在跟我们的吴魁在做朋友吗 所以我奉劝民进党的朋友 请你要说任何一句话的时候 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 必须要有所本 所以 民进党 对吴魁的抹黑 不管是绯闻的录音带 或者是黄金英的 会选抓到的等事项 我们都证明 这一些都是不断的抹黑 所以再一次的奉劝 民进党